我是1985年進台大 那89年的時候 今天我剛轉系到社會系 所以我是大三的學生 然後我也擔任了 這個學生會的幹部 那所以那一場的 這個天安門學院對我們來講 印象很深刻 因為他是要求民主改革開始 那最後是已被鎮壓結束 我想大家都可能還記得 一個人站在坦克車前面那個印象 中國的政府竟然會用坦克對付人民 我想這是最大的震撼 是用暴力鎮壓作為 面對學生跟北京市民的這種手段 我想一般的國家 民主國家應該不會拿機關槍出來掃射吧 當時我們台灣剛好是這個戒嚴走向解嚴 威權走向民主的一個過程 那大學的校園要求言論自由 要求校園民主 包括當時的大學法改革 我還記得1989年的9月28號 我還策劃了一場要求改革大學法的優行 從國父紀念館走到這個教育部去陳情 那這個這個氛圍在當時很明顯 那所以六四的事件對於當時的這個學生的民主意識 也有一定的這個催化作用 隔年的1990年的3月 那當時是因為有700多個這個資深的國大代表 假借著法統為名要選總統 那這個當然是不民主的 這些人不足以代表台灣的民意 但是卻是行使總統選舉的權利 所以當時我們學生站出來要求要改革 要民主 要終結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 希望國會能夠全面改選 台灣能夠走向民主化 所以那一場學運其實在台灣的這個威權走向民主的道路上 發揮了一個敲門磚的作用 中國要走向民主 平反六四 絕對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就像台灣的民主化的經驗 去平反二二八 平反美麗島事件 這也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一樣 民主是人的天性 那麼終究有一天會等到 今天 第二天會 我們再來一天 因為全民主的城市 去平反對 並以外機去平反對 小平反對 平反對 比本地 那天會 呃 來到